台北市大绝万豪酒店门口 日商董坐千万兵力轿车昨天遭人开枪 警方在五个小时内顺利将人逮捕 嫌犯自称吃太多镇定剂才误以为车子是他的 不过带着枪跑到五星级大饭店门口已经很诡异了 他又声称认错车份而开枪更离谱 警方不排除他根本是预谋犯案 黑男子靠近兵力轿车开了车门就要上车去 司机已经觉得他根本不是老板 双方就在车上发生争执甚至拉扯 但瞬间司机突然快步离开 前座的女秘书也吓坏了 下车拔腿就跑 原来黑男子火大当场掏出枪就射击 犯后还不慌不忙徒步逃逸 嫌犯拦下路边继承车一路逃到万华的商旅 但五个小时之后警方就上门逮到人 在旅馆套房把枪手压在床上 你为什么要开枪 赖姓嫌犯把太太的车遗留在现场 这个线索让警方迅速破案 他过去有枪炮以及毒品前科 但到底为什么要开枪 警方猜不透 嫌犯声称是镇定计吃太多 精神状况不好才会认错车 但真的有这么单纯吗 车非常的冷静 没有看不出有异样 他手中有带了一包东西 那一包据说是手枪 而四号下午 兵力车主到万豪酒店开会 空档时间去对面的超商买东西 没料到就在这个时候枪手出现 那老板平常都会 都是晚上来save买东西 那今天就这个时候来买 这位日记董作 具有台日双重国籍经营科技贸易公司 每天必经的地点 嫌犯却会离谱认错车开枪 警方不排除有辖院恐吓的可能性 警方也随即将其配偶 及建议有人大案 并顺利查获枪写 并查获子弹八颗 枪手到底是扯谎搭错车 还是意图恐吓 警方现在还要查 这里财山杨文豪台北报道 再见